陈伟霆与阿萨的姐弟恋一直备受关注 9月20日凌晨,陈伟霆突然发表常微博承认与阿萨情愿 引发网友热议 据陈伟霆微博表示 两人自恋情公开后面临许多压力 本以为爱可以排除万难,却最终败给了现实 她还颇为伤感地写下 只怪自己的内心原来并不像外表般坚强 我们爱也不像自己想象中坚固 承认与阿萨已和平分手 一分钟后 阿萨在微博上也发表了一模一样的分手宣言 证实恋情已终结 而两人的微博下也有不少粉丝 对两人的分开表示惋惜 2010年10月 阿萨承认与自己小三岁的英皇师弟陈伟霆恋爱 这段姐弟恋意读因两者事业差距而不被看好 虽然两人公开恋情后 陆续被拍到一起逛街和携手出游 可恋爱热度只维持了一阵 没多久两人就开始走低调回避策略 几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 有关两人情电的消息开始传出 去年陈伟霆行情古剑集团迅速走红 事业重心转入内地 两人更加聚少离桌 分手传闻也再度甚嚣尘上 虽然两人面对媒体都是持否认态度 但由此看来传言也绝非空穴来风 五年情最终还是宣告结束 陈伟霆与阿萨的姐弟恋一直备受关注 9月20日临传 陈伟霆突然发表陈微博承认于阿萨情愿 引发网友热议 据陈伟霆微博表示 两人自恋情公开后面临许多压力 本以为爱可以排除万难 却最终败给了现实 她还颇为伤感地写下 只怪自己的内心原来并不像外表般坚强 我们的爱也不像自己想象中坚固 承认与阿萨已和平分手 一分钟后 阿萨在微博上也发表了一模一样的分手宣言 证实恋情已终结 而两人的微博下也有不少粉丝 对两人的分开表示惋惜 2010年10月 阿萨承认与自己小三岁的英皇师弟陈伟霆恋爱 这段姐弟恋一如因两者事业差距而不被看好 虽然两人公开恋情后 陆续被拍到一起光阶和携手出游 可恋爱热度只维持了一阵 没多久两人就开始走低调回避策略 几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 有关两人情见的消息开始传出 去年陈伟霆行情古剑集团迅速走红 事业重心转入内地 两人更加聚少离多 分手传闻也再度甚嚣尘上 虽然两人面对媒体都是持否认态度 但由此看来传言也绝非空虚来风 五年情最终还是宣告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